美国政府资助资本猎杀Taytok 中国要做好打应仗的准备 大家好,我是肖一华 最近随着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要求Taytok现实玻璃的法案 美国资本对Taytok的猎杀开始愈演愈烈 首先是由美国媒体报道 报协的前CEO正计划以千亿美元的价格收购Taytok 最近这几天,美国前财长穆努钦又跳出来 表示他将组织一个财团以千亿的价格完成 对Taytok的伟大收购 千亿的股值看上去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但是对Taytok来说,这明显是被打断腿的股值 要知道Taytok的竞争对手是Metal 在美国的股市为1.26万亿 而且现在Taytok正处于市场变现的关键期 简单来说就是Taytok现在的主要营收来源 还是扩大用户群并投放广告得到的收益 理论上下一步才算把这些流量变现 比如发展短视频电商等业务 转化为经营收入 也就是说Taytok的未来盈利潜力非常之高 股值千亿和明强基本没什么区别 我们用氧机来类比的话 美国资本选在这个时候录局 是把先期的培育优质优良的鸡苗建设鸡棚 访病治病一系列成本都让中国和中国的企业来承担了 等到鸡养肥了 终于可以下单了 这群人跑过来 一边放火烧鸡棚 一边要下手把鸡抱走 临走喊告诉你 一只鸡论金称50块钱一斤 钱给你了 这就是公平交易 美国霸权的逻辑其实就是这样的 自己垄断全球产业链的顶层 如果没能力创新了 就把其他的创新成果直接给抢过来 如果抢不过来 那么就用各种手段制裁打压 逼得对方吐出股权 让美国资本尽注 当年的阿尔斯通 后来的华为到今天的Taytalk 都是这样倒了大门的 只不过相比阿尔斯通和华为 Taytalk这一次明显是有备而来 所以才显得美国如此吃相难看 和被美国抓了把柄 名正言顺的用此手段 对付前两家企业不一样 Taytalk是在美国合法化 做的最好的海外公司之一 当初为了进入美国市场 字节跳动 在配合监管这件事情上 投入了天量的人力物力和资源 在美国境内 几乎没有任何外国公司 在这方面能够做的 比Taytalk更加的完美 美国政客抓不住把柄 这才在参议院 拿出了一份专美的 Taytalk量身定做的法案 彻底撕下了所谓的 司法公平公正的画品 暴露了就是要让中国企业 无法生存 然后收割中国海外 优质资产的严信 这种势头是必须被遏制住的 如果遏制不住 至少必须要闹大 闹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美国的营商环境 恶劣到什么地步才可以 因为如果Taytalk的财力和影响力 都尚且无法逃过美国政府的镰刀 那么基本可以肯定 没有任何一家在美国经营的跨国公司 是安全的 而且中国现在出海的企业非常多 不仅在美国 还在加拿大 在英国 欧洲 都有市场费合 而根据以往的经验 只要美国搭向了资本猎杀 中企第一枪 其盟友必定会跟进 目前的加拿大已经紧跟美国的脚步 所以要基于国内的投资法 要对Taytalk进行所谓的国家安全审查 意大利也以监管不利为由 宣布对Taytalk收取1000万欧元的罚款 这是一场没有消炎的战争 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逻辑 一旦被认为有落地的可能 那么八国联军就会蜂拥而至 参与到对中国企业的猎杀上 这件事情绝不可能等先逝制 美国对华已经从小院高墙 扩大到资本猎杀 中国必须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见